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弟兄们,论到属灵的恩赐,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 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,随时被牵引,受迷惑,去服侍那哑巴偶像,这是你们知道的。 所以我告诉你们,被神的灵感动的,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。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,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 恩赐原有分别,圣灵却是一位,执事也有分别,主却是一位,公用也有分别,神却是一位。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,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。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,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。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,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。 又叫一人能行义能,又叫一人能做先知,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,又叫一人能说方言,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,随几亿分给个人的。 就如身子是一个,就有许多肢体,而且肢体虽多,仍是一个身子。 基督也是这样,我们不拘是犹太人,是希腊人,是维奴的,是自主的,都从一位圣灵受洗,成了一个身体,隐于一位圣灵。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,乃是许多肢体。 射若脚说,我不是熟,所以不属乎身子,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 射若耳说,我不是炎,所以不属乎身子,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 若全身是炎,从哪里听声呢? 若全身是耳,从哪里闻味呢? 但如今,身随自己的意思,把肢体聚个安排在身上了。 若都是一个肢体,身子在哪里呢?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,身子却是一个。 眼不能对手说,我用不着你。 头也不能对脚说,我用不着你。 不但如此,身上肢体,人以为软弱的,更是不可少的。 身上肢体,我们看为不体面的,越发给它加上体面。 不俊美的,越发得着俊美。 我们俊美的肢体,自然用不着装饰,但神佩搭着身子,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,免得身上分门别类。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 若一个肢体受苦,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。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,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,并且各自做肢体。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,第一是使徒,第二是先知,第三是教师,其次是行义能的。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,帮助人的,治理式的,说方言的。 岂都是使徒吗?岂都是先知吗?岂都是教师吗?岂都是行义能的吗? 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?岂都是说方言的吗?岂都是翻方言的吗? 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。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